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乘春季例行大祭向引发争议的 晋国神社供奉祭品 预料这将引起邻国中国和韩国的不满 据共同社报道 安倍不太可能到神社参拜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 向开始举行春季例行大祭的晋国神社 以首相名义供奉了祭品 同时也有90多名政要前往神社参拜 日本近期正同中国和韩国加强合作 以应对朝鲜核武计划所引发的紧张局势 但由于神社中供奉的除了二战死难者之外 还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 预计这将再次引起中国和韩国的不满 日本内阁秘书长坚毅为指出 安倍是以个人立场供奉祭品 日本政府不愿加以置评 主管日本内政及通讯事务的部长高士早苗则认为 事件涉及为国牺牲的人士 不应该成为外交事件 平均被控制下卖 不应该成为了两位 不应该成为大费 不应该成为二战争的 明确参拜